你知道嗎 一直到今天 我覺得最難過的就是 那個電話打的不是什麼專線 那個電話就是我們打的 平常你打給中和衛生所 你打給新北市衛生局一樣的專線 請問你提前部署了什麼 侯市長 你剛好意思講說 你要負起全部的責任 我要請問你 你負了什麼樣的責任 你是政務官 你是民選出來的 發生這麼大事情 你扯那麼大的謊 造成人民的這樣一個生命的一個損失 你要負什麼責任 你說你要負起全部的責任 我請問你 你的屬下陳潤秋有下台嗎 你的屬下黃德青有下台嗎 請問你的政治責任你要怎麼負 你有說你要下台嗎 我甚至退一萬步講 你從頭到尾 兩個月時間過去的 侯市長 你到現在 連一句真誠的道歉都沒有 請問你要負什麼責任 侯市長 我再請教你 你昨天不是還面色猙獰的講 你說要告吹哨者嗎 你還消防局還替吹哨者 這個發布的聲明 說他要去自首 當這個錄影檔出來的第一時間 你不是還恐嚇媒體嗎 你不是還恐嚇媒體說 這個可能涉及違法取證嗎 來啊來啊你今天再繼續講啊 你今天再繼續講啊 你今天繼續來恐嚇媒體說 媒體如果敢公佈這些錄影檔 就是可能涉及法律責任 你再講啊你應該繼續講才對啊 你的無盡迴旋的空話今天少了這句 我替你補上去 繼續恐嚇媒體 繼續說這個有問題 我另外還要再提醒啊 議員是人民選出來的 議員的職責其實很簡單 為民喉舌 伸張正義而已 我們有這個權力不是我們外交 是因為人民托付給我們 所以人民又委屈了之後 我們要替人民發聲 我請教 新北市的國民黨團 當我們要求變更議程 請侯市長來報告的時候 當我們要求組成真相調查小組 跨黨派不是只有民進黨 包括侯友宜的專案報告 國民黨也可以發問 為什麼要阻撓 為什麼要阻撓你告訴我 國民黨新北市一位黨團 好漢做事好漢當 好漢做事好漢當 你們明明就是阻撓 然後呢故意在那邊延宕議事 故意在那邊鬼扯淡 你知道丟臉到什麼地步嗎 各位全國的觀眾 我告訴你新北市議會 國民黨團丟臉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嗎 他們為了護航侯友宜 又不敢承擔責任 不敢好漢做事好漢當 他們連最基本的記名表決都不敢 昨天在新北市議會 我們發動甲級動員 我們就準備沒關係 到最後我們要為人民負責 我們全部要記名表決 我們要求追究行政責任 我們要求譴責侯市府 結果國民黨團的議員 連表決都不敢啊 丟臉 所以我講整件事情 從頭到尾就是站在一個理智 就是站在為人民發聲的立場 我請問侯友宜 侯市長 你要負什麼責任 請你講清楚 我請教國民黨團的這些議員 你不要再言行不一了 好幾個國民黨團 新北市黨團的議員 面對媒體在政論台上 講得正正有詞 講說他們要求真相要公布 講說他們認為 侯市長要把真相揭露出來 結果在議會裡面 一昧地護航 請問你的選票是侯市長給你的嗎 你站在監督人民的市場 你有虧指手 所以我只要問侯市長 一句話就好 侯市長 你晚上睡得著覺嗎 你晚上睡得著覺嗎 你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嗎 我同樣的問題 我也要問陳潤秋 我也要問黃德欽兩位局長 你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嗎 你晚上睡得著覺嗎 丟臉 好 我們來請教這個 永鴻 他今天講完這個話之後 恩恩爸爸 他其實侯友也低估了恩恩爸爸 他把恩恩爸爸當成一般 他把他當成一般小混混 他把他當成他一般的 對 一般辦案的小混混 他以為隨隨便便就可以糊弄他 今天還是要糊弄人家 結果被恩恩爸爸列出了七大疑點 我覺得恩恩爸爸列的疑點 比我們媒體人還厲害 因為他自己是當事人 對 等一下我們再跟他連線 誰獨創新北這個SOP 誰該為此負責 衛生局失聯的原因 當下的指揮官是誰 為什麼要不斷重複文革資 先進的防疫派遣系統在哪裡 衛生局跟雙河醫院的通聯記錄 跟電話錄音檔案在哪裡 這個我們媒體都沒拿到 我今天有問相關的人 到現在沒有任何人有 好 雙河當天有不收COVID的病患嗎 為什麼分隊還要回頭找勤務中心確認 不是有通報不收 衛生局怎麼通報聯繫的 昨天我們在錄音檔裡面有播出 消防局第一通的接線執行員 有明確把恩恩意識不清 不清狀況轉達給其他的 另外一位詩小姐嗎 當下勤務中心的指揮狀況如何 當日指揮官是誰 第七 第一通電話已經知道 恩恩昏迷 為什麼沒有判斷要緊急派遣處置 卻要我們打1922 他當然應該是要下台的了 今天早上我們持續的要跟大家說的是 今天早上侯友宜講的檢討父權者 都是空話假話 而且騙人 繼續騙 是不是 他不是說很遺憾造成家屬跟同仁的困擾 跟傷害嗎 家屬在這裡 恩恩爸爸就是家屬 你對恩恩爸爸的傷害 為什麼還沒有交代 我坦白講我覺得非常的痛心 昨天一早那個錄音檔公佈之後 昨天侯友宜還去跟什麼 跟他們三重那個里長 在唱生日快樂歌 你知道恩恩從來以後都不會有生日了 你知道嗎 我覺得今天要求 不是只是要這兩位局長 衛生局長跟消防局長下台 我要呼籲 鄭重呼籲侯友宜 他說他會完全負起責任 對不對 還有再度用了那種似乎很沉痛的表情 說完全負起責任對不對 重要他講什麼他說配合司法偵辦 這在轉移焦點 我現在告訴你侯友宜 我已經幫你整理出來 我呼籲你侯友宜幹嘛呢 記不記得前幾天有個消防局的弟兄說去自首 對不對 侯友宜 我呼籲你去自首 你有好幾項 第一個你犯刑法上的賭職跟爛權 到底這個指揮中心的設置 是不是你授權的 還是誰簽給你的 有沒有公文書 你把它拿出來 你當天死了一個人 已經就是賭職了 然後你有沒有過失致死的責任 你是主管機關的最大長官 第二個侯友宜 你有沒有偽造文書 你口口聲聲在說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也認為沒有疏失 那你給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有這幾通電話錄音嗎 有這幾通通年紀錄嗎 如果你給中央指揮中心 沒有 祥也知道沒有 否則他怎麼 他當是依據你給他的報告來認定 那你當初的文出去 有沒有用公印 你有用印 你就是有偽造文書的問題 同樣的 當天消防局做那場 演了一場大猴戲 假裝給恩恩爸爸去看說 大家都很忙碌的那一天 我告訴你 那個命令是誰下的 為什麼這樣子的演習 假演習 這也是偽造文書的問題 最後我要講的是 好幾個 一個是刑法上的問題 第二個是洩密的問題 你要講洩密 我們這邊很多人 對於流程都非常清楚 這個根據這個國家機密法 還有檔案機密法 等等的法律 寫得很清楚 來 誰認定這是機密 主管機關是誰嘛 誰認定機密 為什麼恩恩的錄音檔 叫做機密 其他的不叫做機密 不要啊 那昨天大家都播了 他今天應該去告一百個人 你侯友宜 為什麼不告一百個人呢 侯友宜 昨天全部媒體負責的人 應該有一百個人都在播吧 你有種就到法院上去講 要到法院上去澄清 讓司法澄清 就是你去自首啦 我已經告訴你了 你違反了這幾個法律 刑法上的濫權賭職偽造文書過失致死 我呼籲你侯友宜就去自首 讓檢調來調查 你有沒有違反這些問題 再來我講一個非常重要 恩把也在講說 他在問說 你一開始用擱置法 你現在又再度強調說 你看他今天早上講的又是什麼 他說他也希望能夠盡力救回孩子 但受限法令規定很遺憾 不曉得在講什麼恩恩的死事 受限法令規定 他所講的第一時間 他鱷魚的眼淚之後 恩爸爸要求資料 所以他第一時間說 對不起 依據這個政府資訊公開法 要當事人才能申請 當事人是誰 你要叫恩恩來申請嗎 恩恩媽媽不能申請嗎 後來他又用什麼個資法 他說因為你這個錄音檔 裡面有其他有公務人員 還有其他報案的個資 開什麼玩笑 公務人員執行公務的時候 叫做個資嗎 你有其他的個資 你不會消音嗎 昨天的錄音檔 大家聽到了 有個資是不是都消音掉了 這麼簡單的事情 你做不到 第三個我要講說 你這個刑法的泄密罪 這個就是他在威脅大家的 我的臉書 侯友有跟你報告 我的臉書上我也連結我也貼了 你有種就來告我泄密 你也不要去委託任何人 你就是新北市政府的 大家長就是當事人 你來告我泄密 我跟你在法庭上 對 泄密的秘密是誰 檔案是不是機密 文件是不是機密 誰認定的 當然是主管機關首長認定嗎 你騙我沒有當過政務官嗎 這幾項你都在騙大家 限於法令的規定 最後我要講一個 你要負責 我教你幾個方式負責 第一 但他已經完全都推翻掉 第一 你到議會去專案報告嘛 博文剛已經講得很清楚啦 昨天多少你的 後阿議會的黨團議長 不讓你去專案報告 你要負責就自己勇敢的說 我要求議會排定議程讓我侯友宜 去台新北市議會做專案報告 第二 我呼籲你趕快去自首 勇敢一點去自首 第三 你自己把當初 不只是現在要的資料 我請侯友宜 新北市 你把當初你交給中央CDC的報告 那一份也拿出來 你是怎麼給CDC的 你的報告 顯然跟我們現在看到是不一樣的嘛